哲學家凱德格說過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向死而生的 其實面對著死亡這個無盡的深淵 我們才能體驗到人生的有限性 大家好 我是寬孝文 從小到大都在華明村長大 我在中學會考完之後 就被北京大學的哲學系取錄了 一讀就有七年 當中其實都有很多難忘的回憶 其中一件事我最記得就是 當年考試之前 去到晚上 所有同學都不太想溫習了 當日零下二十度 就一直吃串燒 吃到早上六點才去考試 昨天因為太冷 我穿了六件衣服 五條褲和三對角 都是一個比較難忘的片段 學家本身就是去檢討 每個學科的基本法則 他用打麻將來做比喻 科學家本身就是坐在桌上 負責紙摩食股的一批人 而哲學家就是研究麻將的規則 為何清一色會在七番降上紙摩要回來 我覺得其實人生是沒有一個既定的使命 你只有通過在不斷的行動和創造之中 你才會不斷發掘到價值 與其你不行動 開放給無限的可能性 不如去選擇一條道路 這是最適合你自己的背景和你的事向 在幾年前我覺得我參加地區工作 就適合我的背景和我的人生方向 2016年初的時候 庫名樓就發生過幾天的大停電 雙數層是去到三天都是沒有電的 我最記得有一戶 當時就是他因為用洗神機 因為沒有電的時候 當然對他有很大的影響 最後也是為了幫助他駁到一個臨時的電源 去解決危機的情況 當年因為適合地區 所以我的經驗都相對比較淺 但也非常感謝街坊和義工的支持和信賴